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但也有不美好的时候 每到迅期就会有城市变身汪洋大海 这些由于暴雨造成的泪涝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损失 近期河南的罕见暴雨 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每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禁想问 排水系统干嘛去了 也有人拿我们跟国外做对比 来证明中国的下水道实在是不给力 我们的排水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泪涝就一定是排水系统的锅吗 解决城市看海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 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 城市的道路、公园、小区 都设有一些雨水的入口 在道路上也随处可见标有雨水的井盖 其实更庞大的系统 是这些入口以下的 错综复杂的排水管道 它们收集所有的雨水 甚至要经过一定的处理 最终排向江河湖海 所谓泪涝简单点说 就是雨下大了 这些排泄雨水的寒管、沟渠 来不及排泄 导致雨水不断累积 在城镇形成一定水深带来灾害 因此答案也再明显不过了 只要雨水管渠修得足够大 无论多大的雨都无所畏惧 但显然实际上它们不够大 因为每年都会有城市发生泪涝 看海已经成为了城市的标准记忆 查阅资料就可以发现 很多城市的雨水管渠标准 都还停留在1-3年一遇暴雨 甚至不乏0.5-1年一遇的 你没有听错 这还不是特质小县城 而是包含了各大中心城市 按照这样的排水标准 城区每年都内疗一次 也就并不罕见了 排水标准选择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我国主要参考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而在7-4版的规范中规定 雨水管渠从限期选用范围为0.33-2年 也就是说可以排泄0.33-2年一遇的暴雨 如果设计取值0.33 那平均一年就会泪涝三次 直到8-7版的排水规范 才将排水标准修订为0.5-3年一遇 其实也不高 到06年版的规范 又将重要地区的排水标准 提高到了3-5年一遇 可以看出 年代越久远 城市的排水标准越低 甚至很多雨水 直接混着生活污水一起排放 连专属的管道都没有 再加上入水口 管道内堵塞等原因 排水能力还要大打折扣 所以这里插一句 请不要一边随地乱扔垃圾 往雨水管渠倾倒废物 一边还抱怨城市的泪涝 那么当年的规范 为什么不把排水标准定的高一点呢 有人说这是沿袭了苏联时期的标准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没有远见 但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发展的需要 庞大的地下排水系统 投资非常巨大 特别是随着标准的提高 投资可能趋近于指数级增长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地下设施的建设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钱还是要用在刀刃上 这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 在2016年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重新修订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雨水管渠设计暴雨重现期改为 中心城区3到5年 重要区域5到10年 地下通道30到50年 也就是说 从2016年起 修建的新区就要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了 再和发达国家对比一下 日本设计暴雨重现期为3到10年 美国一般为10年 欧盟采用5年 所以我国的这个新标准 已然和国际接轨 大家不用一看到国外就羡慕不已 其实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到 那就是这些按老规范建设的城区 该怎么办 只能一步步的解决咯 比如给雨水修建专门的排水管网 进行雨无分流 利用有限的地面和地下空间进行改造 尽量提高排水标准 当然了 这种大范围的普遍性的内涝问题 绝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还需要时间 那对于现在3到10年一遇的排水标准 大家觉得合适了吗 可能还是有人会问 能不能更高一点 比如提高到100年一遇 这样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内涝 不是更好吗 除了费用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防洪 大家都知道 内涝和洪水经常是同时出现的 如果不断提高排水标准 扩大下水道 肆无忌惮地向河流排水 无疑会增加河道的水量 从而让本就处于行洪高水位的河道 承受更大的压力 威胁到下游河道的安全 其实除了用管渠排 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从源头减少暴雨量 切入点就在于雨水落地后到进入下水道之前的时间段 我们可以利用大量的透水路面 草地 花园 下渗部分降雨量用以补充地下水 还可以利用湖泊 人工蓄水池 存蓄雨水以备后用 这些措施除了能直接减少排水水量 还能延缓雨水汇集的时间 可能20年一遇的暴雨 经过这样的肾续质过程 最终到达下水道的雨量也就只剩10年一遇了 变相地增加了城市排水能力 这就是所谓的海绵城市理念 而且已经作为重要的防导措施 写入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中 有了完善的排水措施 加上足够的城市海绵 如果还是出现超标暴雨怎么办呢 雨水仍然会在城区累积产生内涝 排水规范规定 超过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其设置的排涝措施 需要保证在50到100年的重现期内 地面积水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也就是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 道路中至少有一条车道 积水不超过15公分 这些排涝措施 甚至包括采用绿地和广场等公共设施调续雨水 利用局部道路作为排水通道等等 其目的就是尽量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由于全球的气候变化 特大暴雨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引发洪水内涝灾害越来越多 其实从宏观上来说 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这就像近期的荷兰暴雨 雨量已经超过了历史极值 估计可达千年一遇 这样的暴雨还真不是排水系统防涼系统可以解决的 从工程角度来说 目前的难题是解决老城区排水标准低的问题 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 近几年大量的雨水花园 透水路面 雨污分流 管网整治等工程 已经在慢慢的发挥它的作用了 最后在暴雨多发的季节提醒大家 如果遇到了局部泪涝 不要轻易涉水 特别是一些下川隧道 在无法正确估计水深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铤而走险 尽量绕路行驶 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我是工程师 徐小刀